在接近球的时候,迅速地跨出一步,然后用力蹬地,使身体腾空,把手插到球下,用手背或者虎口将球垫起。 落地的时候,手要先着地,两肘缓慢弯曲,然后胸部、腹部和大腿依次向前滑行,缓冲下落的力量。 在正常的移动还够不到球的情况下,我们才使用渔越技术。 它可以扩大对球的控制范围,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。